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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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信寄情 表达心意 兄弟怜心 感动众人 从大学时代一个宿舍一住就是四年 我们经历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 在我的心里 早已把你当作亲哥哥一般了 哥 谢谢 希望三个成为一辈子的兄弟 一起走过今生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兴趣》 本栏目由药宝是一位是一位是海尼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同时要感谢极致美肌面膜领导品牌 蜜乐儿对本栏目的特约播映 蜜乐儿极致美肌幸福开启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嘉宾呢 我要大一灭亲 因为认识她很久 她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因为她现在特别火啊 所以我要有必要提醒她一下 借交借造 所以今天的访问 一定看不到我护着她的一面 我要不断地去质疑她 挑战她 让她去进行反思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杨志刚 欢迎 欢迎志刚 我心里也要这样的 欢迎志刚 我刚刚刚那个在健身房运动完 所以直接就穿这身衣服 我以为您朝着六环跑来的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刚才听你说要大一灭亲 我要大一灭亲 我差点就跑了 直接又跑回去 对 你是健身的 每天两个小时 对 让志刚来教我们两个动作 好不好 大家做了很久 你教我们两个动作 让我们来输入筋骨 好不好 教大家一个 今天刚练完那个练腿的 然后要 我在练的时候是扛着哑铃的 现在没有哑铃 是这样 那好难吧 不难 但是你走一百步会很累 这是练哪儿的 屁股啊 腿 每个肌肉 来 来两个粉丝 你们试一试 从这边往那边走 麦大夫 上身不对 好 这个对 这个对 好 好 先走 什么感觉累吗 我感觉不太累 走两步不累 我每天要走一百多步 还有什么动作 来 两位一起来学一下 行行 那就俯估 来 咱们来几个 来 一人做十个啊 来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谢谢你们啊 谢谢 让我们掌声再次欢迎志刚 谢谢 杨志刚 民国系男神 出道十二年 凭借其鲜明的个性 与独特的戏剧爆发力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无论是铁梨花 勇敢的心 还是大央格 他主演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收视率的保障 我只知道他是我兄弟 我是不会丢下兄弟的 过去我有眼无珠啊 您说 我这不是欠超吗 从小角色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成为当红男一号 杨志刚游刃有余的圣人 各种角色 作为当红影星 他不入锋芒 低调行事 但人红是非多 杨志刚自出道以来 也饱受争议 无论是演技 还是被指靠 因为裙带关系走红 杨志刚在收获肯定的同时 也承受着诸多的质疑 欢迎吉刚 我觉得还好吧 你也有人质疑你 我一路成长 伴随着一路质疑 一般在哪质疑啊 因为这个 我自己上网很少 但是现在手机也可以看到很多 对 对你戏的评论嘛 我自己也看到了好多好多 有些我是善意的 是提醒我会虚心的接受 然后下一步虚心改正 有些是人身攻击 我就把它屏蔽了 就当没看见 那你心态挺好的 对我其实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是没法走到今天的 我们这样的 我们还是就像刚才所说的 我们要对你严苛一点 我们要拿出一些所谓的质疑 你愿意回答就回答 你不愿意回答就算了啊 没有姐 只要你说我都回答 说台词功利差 语速慢 说台词就像贝克文 我给你看一段你的视频啊 在现场更客观的看一看 我说各位英雄你们笑什么呀 难道昆宇山上不是这规矩 这些日子闲着没事 我天天打坐 人一静下来 脑子就会想很多事 放心 他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打烂他的嘴 慢吗 慢 其实这个最早说我这个 语速慢是勇敢的心播出以后 其实我自己的戏我不怎么看的 我就专门把勇敢的心调出来 看了一遍 我自己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 台词语速确实慢 其实我解释一下 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我说话就慢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我自己就这样 然后我塑造的角色 他身上一定有我的影子 有我的特点 明白 这个是很难解决的 我其实这个 这个台词慢的问题 我后来我去找到 我很认真 我找到了我的老师 齐志龙老师 齐老师是这样说的 说志刚啊 你的台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你的电视我都不用看 我只要一听就知道是你 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特色 对 他说现在这么多演员 最重要的是 每个演员要有自己身上 独特的特点和魅力 他说你这台词就是你的魅力之一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说老师给我了很大的鼓舞 第一只头现在电视学 台词头从电视学院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质疑 没有惹动您吧 没有 好 但是不够狠 不够狠 怪笑 怪笑 拍摄的作品 无论动作表情都大同小异 心意不够 这是在你微博下面一个网友的留言 这个也是大阳哥播出以后 我跟我哥哥在聊的一个话题 下一个戏 我跟哥哥还会合作 我给他出了一个命题作文 把这些所有的特点全部都不要 我第一不会再演那么小的 小孩因为我快四十岁了 他老让我演 你看你演的都是二十岁 海猫一出场十八 这这这我哪我演不了了 以后小我不能演了 第二伶牙俐齿我不再演了 巧舌如簧 演结吧 嘟嘟嘟嘟 我演那个深沉的台词少的 他现在正在写 如果写的还是这样我就不演了 可以吗 可以啊 你敢吗 翅膀硬了什么不敢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他都完了 演不现代剧吧 不要再演年代戏了好不好 其实生活剧啊 古装戏啊 其实一共戏就这么几种嘛 偶像剧啊什么 我都可以 都可以 我都愿意去尝试 我明年可能会拍 因为我心中有武侠情节 有英雄情节 我可能 明年会拍一个古装的武侠剧 古龙先生的 哦 古龙的 那又是翻拍那个之前的 猜不着 我说 要让你猜中了 我们这项目就不做了 你还别勾气我这好奇心啊 我有一颗八卦的心 来看下一个啊 就是因为你跟哥哥的这个合作 总有人觉得 如果杨志刚没有哥哥 会有今天吗 而且从男配角 总是晋升为男一号 这种所谓的裙带关系 这个我一定得承认 如果没有哥哥 我可能不会 在演艺的路上这么顺利 这是一定的人 一定要有感恩的心理 第二我觉得 原来是哥哥带着我演戏 最近几年 确实是我带着他演戏 包括大央哥 大央哥最开始 郭敬宇不是导演 是人家山营场 有这么一个项目 然后找到了我 说那个 志刚 那个我们想找你演这样一个戏 我就问郭敬宇 郭敬宇呢 去拿到那个项目 说哎呀 志刚 你要演吧 我得帮你再屡屡剧本 然后过两天他又跟我说 说我跟那个 那个山影的那个领导 说了 说这剧本我改了完以后 他们特别认可 他们又邀请我当导演 那又回到一起了 对 包括火蓝刀锋 其实这两年 确实有好多项目都是我 因为有了弟弟 才有了哥哥后面的加入 是啊 所以呢 我觉得第一 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对对对 第二咱们红了以后 他继续带着哥哥啊 对对对 一定要一定要 面对质疑 杨志刚欣然接受 虚心改正 他希望用一步步个性鲜明 演技卓绝的作品 证明自己 也希望在各种质疑声中 磨练自己的先性 荧幕上他血脊方刚 有胆有谋 而荧幕下的杨志刚 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今天兄弟组团 现身非常近距离 大方与我们分享 杨志刚最真实的一面 欢迎马赫 姓彤 两位好 你又见面了 你又见面了 我见你们俩 我见他们俩的次数比 见我小杰同学都多 大家请坐 两位说志刚现在是在游公司 对 对吧 然后我想问一下 今天你怎么穿得这么时尚 那么有心机 你看 这个算是咱们的大哥 穿得很休闲 您穿的这个这么 fashion 您是有什么潜台词吗 这个之前我其实也这样 都是那个比较休闲随意的 后来这个大杨哥播出之后 突然间好些朋友都说 我是颜值担当 我一想一有这个包袱之后 就偶像包袱一中了吧 这出门就稍微注意点了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明明是马赫嘛 不是 我负责担当 他负责颜值嘛 马赫 江湖船的你有一个兄弟 叫马 马可 马可 马可是演哪个戏的啊 后来 沙姐 演的是女性角色啊 没有 沙姐 这个啊 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 一个美男子 我以为是反串啊 没有 沙姐 就是六届第一美人对吧 对 你见过他弟吧 我见过 你像你弟那么大的时候 有他那么帅吗 我们都认为 是吧 这个他弟弟是负责颜值 马赫是负责内涵 马赫的内涵是他弟弟所不拥有的 嗯 刚哥太会说了 那回到你们仨的话题啊 你们三个关系好吗 他就问嘛 我们今天在这坐一块 能坐一块 这么跟真正 娱乐圈不是为了上节目 都可以坐在一起吗 没有 我没觉得啊 我觉得我只要 每回都是跟刚哥坐一块 对 没跟别人坐在一块过 对 连你弟弟都没有跟他坐一块 没有 还真没有 如果我请你和你弟一上 你愿意跟他上节目吗 嗯 刚哥觉得呢 哈哈哈哈哈哈 对吧 我当时就会让我说 杨启高 你是什么人 你在后背 我决定 下次我带你弟弟 持续做节目 没问题 开个玩笑 可以 绝对可以 对 说说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好吗 就是第一次见他 他在那个宿舍里边 大长头发 披肩长发 哇 对 这才是 用这种眼神 用意识气质的小鲜肉 你看 我想起了当年那个 豆韦啊 高齐啊 王小混的 对 他当时就是用这种眼神盯着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看着不太像什么好人 估计这个晚上得 得有什么动作 所以我就在我的那个枕头下边 背了一棍子 我要真是 要那啥 哥们就拼了 那是真强 这刚你那时候受谁的影响 哪个位歌手的影响啊 我我我受的不是歌手的影响 我之所以考电影学 就是因为在我一校毕业的时候 看了一个戏 叫过把尹 方言就这头发 所以你连头发都梳成跟王志文一样 对 当年招我的时候 他们是按小王志文招的 说这小子 我我演的小品 三世的小品就是过把尹 那谁演江山那个角色 江山那角色好像没考上 所以后来呢 你刚才说看上去 感觉这人不是个好人 对 一接触下来 一接触下来 一接触下来我觉得 哎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漂崴 所以就是通过了几件事情 我对刚哥的印象改变了 第一次我们军训 当时啊 就是要 咱们要有一个演出 然后后来我就组织大家一会儿 就是弹吉他唱歌 后来之光哥就特别的支持我 然后就说哎 大家配合一下 特别像一个大哥一样 发现这人不是那个高冷范的 不是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 一个好的一个印象的开始 然后后来就到了那个 这个这个军训 就是军训咱们就是演出那天 他跳了一个草帽 草帽歌草帽舞啊 草帽 草帽 对日本的那个 那个就是 妈妈 我当时一下就崇拜他了 就真的 但是那个舞蹈跳得太好了 其实我们那一届的同学 都是因为那一支舞认识我的 天哪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应该一校吧 一校毕业 哇 你在一校时候好多人追你吧 没有 没有 我在电影学院四年 他们都 都这个 没闲着啊 谈过好几次恋爱 我一次都没有 我四年基本上 呃 是挺乏味的 你现在觉得亏吗 我会啊 老我说他亏了 你还是人家没人呢 你觉得是 不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如果开窗玩走 问题 为什么你们班给他起名 叫老干部呢 老干部是这样 是因为刚刚呢 他是平时没有什么 这个业余的活动 他不爱就是像有些同学啊 可能去唱歌跳舞 他不好这些东西 他在那个宿舍里边 他就拿本《红楼梦》 要不拿本这个唐诗送词 他不就背什么 背书之类的 然后就是这种 生活就是跟 就是我们那个年龄的人 好像就不符 是吧 那你那时候在想什么呢 每天被唐诗送词 不出去混 其实在一校的时候 因为很早学舞蹈了 就在文化课上学的很少 我是因为高考考电影学院 然后养成了一种看书的习惯 我其实上电影学院四年 三点一线 食堂 宿舍和排练场 就别的地方都不是图书馆了 图书馆 我们班好多男孩后来跟我说 说食堂你知道吗 当年我们把家里给的钱都花完了 他们在头一个星期 把这一月的钱都花完了 剩下都是跟着我吃 然后有一个段子叫 到我们那不说吃饭 说刚哥 添双筷子 你想我们其他同学 有的就爱唱唱KTV 跳跳舞啥 他也这个钱他也花不出去 都不去跟他吃饭 喝饭嘛 不是 还是他大方 就是说有的人 那我有钱 我就是不给你们 对吧 就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友情才能到今天 你们两位呢 你还记得吗 讲在你们相处下来的感觉 刚见刚哥的第一次特别逗 因为那个戏我有四百多场 其中有95%都是和刚哥的戏 我就觉得那个都在一块拍 然后男主演 咱得熟了熟了熟了 甭感情感上什么的 然后我就第一次见面 我说刚哥你好 我说我叫姓鹏 我说我演的是什么什么 反正我就说了好久 然后刚哥说 你好 很冷静啊 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 就走了 哎呀我说好难接触啊 然后我就 哎呀好难接触啊 这四个月 这四个月 后来再过两天我发现马赫来了 刚哥见着马赫又同班同学也是 哎来了 然后也 没有特别激动那种啊 对啊 他好像生活中很平静 然后 平静 我说哎呀这就放心了 这就放心了 其实我我特别羡慕他 在《红鸟子》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个傻大个子 天天的嘻嘻哈哈的 你有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 然后我我那会儿其实心情特别不好 我请教他 我说信鹏你怎么做到的呢 就每天傻呵呵的那么高兴 然后他他反问我 他说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呢 他问我 我说好像也没有 但是我就很难把自己 就调动到特别亢奋 对 就那个高点很难到 这个用科学的解释可能是多巴胺分泌 他分泌的多 他赋予了 你缺点 对 回头你 输入给我一点 你看我们拍《大羊羹》 这个后来杨子跟我说 本来你就是我师哥 然后你又在这个郭佳班拍了这么多戏 他跟他的想法一样 想跟师哥熟悉熟悉 也是啊师哥你好我杨子 我说你好 掉地下了 杨子就不会了 然后后来跟我说说 这怎么回事不喜欢我 那个对我有意见 就猜测 然后后来演戏最开始 他说特别紧张 后来是别人跟我说说 因为你跟杨子戏那么多 你没事跟他聊聊天 然后对得戏开开玩笑 要不然他紧张 我说是吗 会这样吗 然后我才慢慢的慢慢的 跟他熟起来 什么时候对他印象改观了 就是洪江子大概拍了有一周多吧 因为我头一次跟这个郭导他们合作 就是每个团队有每个团队的气场 就是他们都是老班底 然后很熟悉 然后那气场又特大 你其实一个外人刚来的时候 你找不着那个点 然后我还挺郁闷的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中午吃完饭 我在大树底下正忧郁呢 然后一个人在我后面拍了拍我 然后一回头 就是觉得形象特别光辉的钢哥 然后在那棵大树底下跟我聊了好久 就说说 说许鹏说那个挺好的 说但是吧 说这个你看这个 这边的戏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你用什么方式来表现 其实是最好的 就是他跟我说了好多好多 其实就是表演是层窗户纸 就是钢哥起码是我对于郭家班的戏剧 去理解 表演理解 捅窗户纸的那个人 作为兄长 杨志刚在表演上 给予马赫 信鹏很多专业上的指导 在节目现场 为了考验演员的基本功力 节目组特意出题测试 看谁更胜一筹 那这样的 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因为三位第一次上我们节目 看看三位谁的口才好 我们来一个绕口令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他厉害啊 你来初级的 我来中级的 你来高级的 好吧 我怎么感觉这初级的像是高级的呢 来 初级 预备 开始 这个初级的 山前有个严远 怎么看 第一句就说错了 再重来啊 山前有个严远 又错了 再来啊 山前有个严 圆眼 山后有个严演员 两人山前来比演 不知是严圆眼的演员 还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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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鲤鱼家有头小红鲤叫驴里里 红鲤鱼说他家的驴驴驴比绿鱼家的驴里里绿 绿驴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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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 这个比志刚说的强多了 这初级确实太难了 那个你 你这个第二遍说 可能不会剪在节目里 因为只有话 说第一道 说不下来 你发现他话不多 他砸那个 砸那个挂砸的是最好的 三句话那半句 好 接下来我们升级 看谁脑子好 闻言闻 请大家在三分钟之内 迅速 看一遍 然后看谁背诵得多 然后三个人来选择 初诗表 乌兰词 我来初诗表了 我来男的 你来男的 我来男的 我试试这个 我来男的 时间到了 真的时间结束了吗 结束了 能背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背不下来呢 再看最后一遍 我再看一下 认真的男人最可爱 认真起来 这两坨肉好可爱哦 好呆萌的感觉 这样咱俩这样 咱俩一起好不好 我们俩一起来 这个男的 先让马赫说简单的 说鸡鸡腹鸡鸡 鸡腹鸡鸡你先来 你说那个 鸡鸡鸡鸡鸡 木兰当户之 不闻鸡鸡鸡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意 什么 昨夜建军铁可汗 大典兵 村中十二眷 眷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掌兄 原文是阿玛从此提约正 你这些背过是吧 早就忘了 大可以啊 来你们俩同时 好不好 出师表诸葛亮 先帝 创业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崇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眼 我就会求 然 然 世卫之臣 世卫之臣不屑于内 忠至之事 忘身于外者 盖追先帝之一致 欲报之于陛下也 对 曾 呈该开张圣兵 圣兵 灰红至世之 以光先帝宜德 宜德 灰红至世之气 知世之气 不宜 网自菲薄 隐喻 隐喻失意 以色中间之路也 太难了 你这很不错了 时间太短了 对 大部分的观众都是 唧唧 傅唧唧 木兰当顾之 就啥也没了 对吧 挺有意思的 刚才恍惚 我想拿一分笔头 去遛你们 让你们被课玩 不费 三个人 特别像学生 无论是与马赫的 同窗之情 还是与信鹏 因戏结下的兄弟之情 身为大哥的杨志刚 总是无微不至 关照着他们 或许正是因为 工作与生活的 朝夕相处 兄弟三人的感情 变得更加坚定 而他们看似 如日中天的演艺视野 却也曾遭遇过 无戏拍摄的 纠困世纪 你们有没有那种 两个人都特颓的时候 就是毕丽业之后 没戏拍嘛 你有过吗 有啊 你上来就有戏是吧 他怎么会 他大学就有戏拍了吧 那大学是有戏拍 但是他 后来毕丽业以后 有几年 我是我们班 第一个出去拍戏的 然后也是最早演 电影男主演的 我在上三年级的时候 拍若马的17岁 然后那个电影 在国外得好多奖 我还去走红地毯 那会儿还不知道 那会儿走红地毯 知道搭配衣服吗 不知道 我记着 我买了一个休闲的 一个西服就去了 那会儿也长头发 我看人家都打着领结 特别正规 就只有我一个人 特别特别另类 后来才知道 走红地毯 不该穿休闲的 应该正规的 那会儿不知道 就是 以为出来就有戏拍了 这样的一个资历 对不对 当年是 我们都很羡慕他 真的是有几年 是哥哥叫我 说你到我上了 我说我 我说我要 去拍电影 你那电视剧 然后给我发剧本 又都是小角色 我说我不去 有三年的时间 我是 基本每年都有 八九个月在家 那会儿我太太 看我实在无聊 就给我买了两只狗 我就每天 早晨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出去遛狗 后来我们那个院里的 那个遛狗的叔叔阿姨 跟我都特熟 惊慌吗 那会儿主要是 当然了 什么心态那时候是 我还好 我那会儿 经常 给郭女宇打电话 哥 那个 需要 交房费了 你又不去拍戏 还跟他要钱 对啊 那哥说那你就过来 演一个小角色怎么的 不演 不演 那你那三年 你好意思 跟你哥要钱啊 这方面我特别脸皮厚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从特别小就 跟他要钱 跟他要钱 当地里就比较好 我那会儿零花钱 都是喝喝给 而且他基本 比如我要五千 他都给七八千 估计你挺好的 就房租也要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什么呢 他有钱吗 他给人感觉财大气粗 其实也 也很群酸 然后呢 后来跟我说 后来我们都大了才说 说你知道 你不是朝央要钱 我真没有 我回家 跟你嫂子 我说我要干一个 什么什么的事情 需要钱 骗了一点给你 当你 其实最 当哥哥的不容易 真是这样 那你三年之后呢 我三年之后 实在扛不下去了吗 然后我 那时候 完美夏天 就是我和江山那个戏 是我和哥哥的第一个戏 马赫那个没戏拍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啊 开面包店 他红脑比较快 你没戏拍还能开个面包店啊 做生意 有名吗 就也没有 没写什么名 是这样 经营不善 那个卖不出去的面包 都给我送来了 我早餐那会天天吃面包 真的 那你的钱哪来的呀 父母借的呀 对父母要的 你们都够脸皮厚的 我 对啊 父母要没有父母支持 肯定就 你给我讲的 那你懂开面包店的那些步骤 不懂啊 你得搞定厨师啊 不用搞定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进货 他们到点来送货 就是每天早上 特别早起床 五点多得盯着去送货去 就是从人家那儿进面包 对 当天卖不动的怎么处理啊 要送朋友 送给康哥 这么好呀 所以你那时候也没事 每天等着吃面包是吧 其实没有 没有哥哥带我演戏 我也不会饿死了 我吃不了都喂狗了 我说咱们这有面包嘛 那继续往下讲 你的面包店就倒闭了是吧 那你吃倒闭了 交不了房租啊 没有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 是因为当时的 我接了一个戏 因为两年没戏了 突然有个戏找到我 就接戏去拍戏了 两年没拍戏 好不容易接了个戏 去马来西亚拍 我肯定 这个全身心地去投入 到那个戏了 我没工夫顾那个面包店了 而且为了那个戏 我一个月收了40斤 就整个就 一个月收了40斤 一个月收了40斤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啊 就不吃东西狂运动嘛 就你想两年不拍了 你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 对吧 然后说去马来西亚拍 完了之后看 我这形象觉得不错 然后就说要定我 后来那戏播了吗 后来戏没播 你就知道杨极刚 你40斤故意都是面包锤 这个不是重点 关键是就把我 重新拉到了这个行业里了 后来也是那个 演员是这样一个职业 就说你今天这个戏杀青 意味着你从明天开始失业了 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样的路 所以呢 现在好了 后来我和哥哥约作业好 然后成立了公司 成立了经济部 就有家的感觉了 这种感觉 有家的感觉很好 对 踏实 那今天其实两位来到这里 然后我觉得你们 是特别特殊的感情 有同窗 然后又有这个公司的 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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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两位其实 准备了两封要对你说的话 是他们俩写的吗 写给你的 不许太麻影啊 这么厚啊 这么厚啊 对 你写的是论文吗 毕业答辩吗 哎 能够说说你写这信的 我昨天晚上写了两个小时 什么感受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啥呢 就是当你静下心来 坐在那认认真真地去 拿起笔来写信 这个事情 我记得真是 已经好多年前的事了 我说就感谢 咱们的解放组 让我又从一有 这样的一个机会 又直写 对 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刚哥 你认这么多字 都是你教我的吗 那我们就来念信 来 这样的 你坐在这儿念 要不然在旁边多尴尬呀 他会六分看的 好吧 好吧 谁的信谁念啊 我们 志刚哥的信 刚哥 好久没有提笔写信了 记得上次写信 应该至少是15年前的事了 如果上次我没记错的话 那封信是写给我 当时女朋友的情书 这次是写给你的 不知不觉间 我们已经相识16年了 16年里 我们最好的时光 都在一起度过了 互相见证了对方的成长 从大学时代 一个宿舍 一住就是四年 为了能交上一个好的作业 在黑匣子排练厅里 我们经历过多少个 不眠的夜晚 经历了大一的时候 我们同学中秋聚会 我逞强喝酒 喝到未出血 你送我去医院 照顾了我医整个晚上 记得2010年的一天 我一个人背着行李 心情沉重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因为有一部 马上要拍的戏黄了 而且同一天 我又失恋了 双重打击 这个时候 你的电话 恰好就打了过来 那天 你让我去了你家 你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一直安慰我 开导我 那一晚 我们两个醉得很深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想说 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都把你 当成我的大哥 我的亲人 最后希望刚哥 在工作拍戏时 多注意身体 少喝酒 少抽烟 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 都能跟兄弟我说 我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厉害马赫 来个拥抱吧 这兄弟 我觉得写得特别 没有很煽情 但是很真振 该你了 对 做最灭念挺好的 亲爱的 不 敬爱的 也不对 最爱的刚哥 认识你 那年 我刚好三十而立 你也才比我大四十多 不 四 四岁而已 这一转眼 第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 快五年了 五年里 我们又合作了四部戏 我是不是长大了呀 啊 括号 此处希望看到你 欣慰的点头 括号完毕 无论是业务上 还是生活上 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愿意演你的兄弟 其实我知道这个原因 与戏无关 而与你有关 因为在我的心里 早已把你当作亲哥哥一般 这么多年了 也没好意思跟你说一句 哥 谢谢 还没完 还没完 对 最后落入俗套的 送祝福阶段 哥 弟弟只想跟你说 什么都不重要 快乐才是王道 希望你能每天每日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高高兴兴 乐乐呵呵 一直没烦恼 永远没忧愁 你春晚的呀 前方的路一起走 哪怕适合一起过 只要兄弟齐心 必会大道宽阔 PS 不许说我的字丑 PSPS 此处有掌声 其实我也是西洋洋 来 来个抱抱好不好 来个矮的抱抱 人蛋脑在里面装的不只是 我很有菜方 写得好 写得好 祝福 说说说你的 说说你的心情 今天我收到了 特别重要的两个礼物 刚才两个兄弟都给我念了 我觉得都是真情实感 不管是做人还是演戏 最重要的是真诚 真实 谢谢两位兄弟 作为兄长 我一定会 向你们祝福的那样 越来越好 然后也希望我们三个 成为一辈子的兄弟 一起走过今生 耶 我们也在这里 祝福加班 真的能够 让很多很多的好兄弟知道 前方在哪儿 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起吃面包 一起拍戏好不好 好 我要加入 来 好 本栏目由药宝 是一位是一位是海宁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同时要感谢 极致美肌面膜领导品牌 蜜乐儿对本栏目的特约播映 蜜乐儿极致美肌幸福开词 好 我们四个在拍下